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的 今天赶着上架前想拯救 哦不是想看的韭菜们快乐入局啊 鬼鬼带领的鬼游戏 天际传说 本次因为官方藏的很深 所以我只能靠推理来断定 如果有错的话我们就再做一起 假设猜对的话欢迎Vivo50 毕竟一间完全没有开发能力 只懂得用同块答辩来反复塑形 能端出什么东西大概用膝盖想也知道了 我实在太期待到时候那些夜配影片 会怎样介绍这款游戏了 台湾本身云上是Summer Game或者Summer Fun Game 原本可以走游戏下方的开发资讯 点到一间Summer Time Game的网址 就是入住游戏的关系公司 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去右上角回忆一下 但他们后来改掉了我也忘了截图 不过不知道他们是疏忽还是大意 保留了那一小部分 我们可以从连接过去的网址中 把Fun改成Time 登登登登 一刀未剪毫无手法 居然是个有效网誉啊 内文只差将公司谜替换掉 其他者完全不变 再来就是可以从厂商发给台湾PC Home的新闻稿 他们忘记请小编把SP Game改掉了 而SP Game就是入住游戏的英文名 还可以从韩版同名运营商的条款资讯中 那个王子又是有SP Game的字样 以及过去入住游戏 都是尾图这间海绵树网络来做广告代理 又是入住又是海绵 怎么越听越脏呢? 总之就是可以合理推断 两者不是同公司 就是关联的企业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推理本次的游戏 韩国在上5月5月11日有推出一款 看似游戏的东西 跟台版的几乎是一致 可获得预约奖励也是相同的 而且韩版与台版用的宣传音乐都是同一首 但为了避免被厂商发版全炮 各位可以自己去找来听 那唯一困扰我的是 韩版用的PV是当时暮色双城的 以及角色宣传图等跟台版的都不一致 不过在我后来打开两款不同地区发行游戏后 就解惑了 应该就只是个烟雾弹 用来妨碍别人查证了 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从官方不断释出的各种游戏广告中 我们最终可以获得怎么样的体验 是超高画质媲美韩国近期的知名大作 还是带有日系幻想的风格 首先韩国官网的宣传图 看起来很正常对吧 结果游戏的职业选单是长这样 完全跟游戏内容毫无关联啊 以前虽然内容不等于实际 但至少还是看得出来 现在到好了 真的就图文不符了 那我找到本次仪式台版的中国版本 它已经是好几年前的游戏了 名字也千变万化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而打开是看似不同 但美术又极为相似的职业选单 但入版还高级一点 有的酷炫动画 韩版是直接改没了 而进去游戏后 也解开了我之前的困惑 即使职业宣传 广告上看起来不同 但最终仍是殊途同归啊 所以官方的各种宣传图 即使跟游戏不一样 也无所谓了 各种诈欺也不是第一次了 还期待它们有什么真实性 而玩法内容 都是我讲的各种换皮经典元素 宣传画饼最在行 虚假诈骗预约奖 我倒是期待最后台版官方 会端出其他高品质游戏 来打我脸 但看这次赶鸭子上架的方式 大概是别想了 这辈子都别想 结论 物理看花花飞花 水中望月难作月 四真真假假假一真 幻皮歌九九一九 昨天有说过 最近上架那款换皮游戏 跟过去旗下几款垃圾差不多 而这次投入了这么多的营收 却不如一期 除了必须靠更多的大量广告来支撑 可能还需要其他低成本的游戏来补营收 如果未来有机会找到它们的财报做分析 应该很精彩 大概会发现 它们的广告投入 占公司整体营收的一半以上 而实际的开发投入并不到一成 甚至还在不断的缩减 这点也可以从同为买量大户的 37户居身上看到影子 而等到未来AI绘图可以稳定运用后 不用太多员工就能大批量产垃圾了 反正谁会仔细去看这种换皮游戏的美术 正常玩家不玩 而韭菜只在意前途进去 战力是否有到账就好 厂商靠人迹跟官方号 不断满足他们的快乐 这款不行就断出下一款 反复循环 去年是元宇宙 今年是AI 明年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呢? 就继续用那些无脑广告给大家带来欢乐 然后被淘汰在未来的竞争中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